我们在页面上使用的接口地址有一些重复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内容展示页面上用了一个API Base 在这个首页上也用了一个API Base 现在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统一的去存储一下它们 在项目下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放在项目的config这个目录的下面 文件的名字可以是api.js 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可以导出定义的接口地址 然后在页面里面我们可以去导入需要的那个接口地址 这样要修改接口地址的时候 只需要去修改这一个地方就行了 先打开Index下面的index.js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API Base 还有一个API Route 可以剪切一下它们 把它们放在api.js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API Route可以去给它重新的起一个名字 叫它API Route Post 然后在最前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个Export 去导出定义的这个接口地址 回到index.js 在文件的顶部我们可以去用一个Import 这个页面需要一个API Base 还有一个API Route Post 从上一期目录上一期目录下面的 可能飞一个下面的API这个模块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找到 使用这个API Route的地方 把它们都修改成API Route Post 因为刚才我们修改了谈的这个名字 现在表示文章接口机制的东西 就是这个API RoutePost 复制一下这个文件顶部的导入的代码 然后再打开Post 下面的Create加.js 把复制代码粘贴在文件的顶部 这个页面需要一个API Base API RoutePost 还有一个API RouteMedia 剪切一下页面上定义的这个API RouteMedia 再把定义的其他的接口机制 也给它删除掉 回到API.js 把这个API RouteMedia粘贴过来 在它前面再加上一个Export 去导出它 回到页面 我们可以找到使用这个API Route的地方 这个名字现在要更改一下 现在是API RoutePost 再复制一下这个导入接口地址的代码 打开Post下面的Show.js 这个页面需要一个API Base 还有一个API RoutePost 删除掉之前我们定义的这个API Base 还有API Route 然后找到页面上使用这个API Route的地方 修改一下API Route 把它换成API RoutePost 再复制一下导入接口地址的这段代码 再打开Users下面的Login.js 这里面用了一个API Base 这个API Route的名字我们需要改一下 可以是API RouteJWT Token 剪切一下 再删除掉之前定义的接口地址 然后打开API.js Export一个API RouteJWT Token 它的值就是签发Token用的这个地址 回到用户登录的页面 再导入接口地址这里 我们再添加一个API RouteJWT Token 找到页面上使用这个API Route的地方 现在又把它们换成API RouteJWT Token 再复制一下这个导入接口地址的这个代码 然后打开用户注册一面 这个Register.js 在这个一面上需要一个API Base API RouteUserRegister 还有一个API RouteJWT Token 再剪切一下下面这个API RouteUserRegister 删除掉之前定义的这些接口地址 回到API.js Export一个API RouteUserRegister 再回到这个注册页面 复制一下导入接口地址用的这个代码 然后是Users下面的这个show.js 这个是用户的一个个人大案页面 这个页面需要一个API Base 还有一个API Route微信Bind 再剪切一下这个API Route微信Bind 打开API.js 在这里我们再导出一个API Route微信Bind 回到这个用户个人大案页面 保存一下 再复制一下这个导入接口地址用的代码 之前我们在Libs里面定义了两个模块 我们先打开这个AuthJWT.js 这个模块里面用了两个接口地址 一个是API Base 还有一个API RouteJWT Validate 剪切一下之前在这里面定义的这个API RouteJWT Validate 删除掉其他的接口地址 回到API.js 在这里我们再导出一个API RouteJWT Validate 回到AuthJWT.js 保存一下文件 复制一下导入接口地址的代码 然后打开Libs下面的微信.js 这里定义了微信登录用的功能 这个模块需要一个API Base API Route微信LogIn 还有API Route微信Bind 剪切一下下面这里面定义的这个API Route微信LogIn 删除掉其他的这些接口地址 回到API.js 这里面我们再导出一个API Route微信LogIn 回到微信模块 导入接口地址的时候 这个文件相对于这个模块 是在它的上一级目录 去掉一个点点斜线 同样需要再修改一下 这个AuthJWT.js里面的 这个导入接口地址的代码 去掉一个点点斜线 在这个用户登录页面上 用不到这个API RoutePost 我们可以把它从导入的 接口地址里面给它删除掉 感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下转发完成 下转发完成